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家里是怎样给家里居家清洁消毒的 你看我买了很多的这种清洁用品 其实有很多现在都买不到了 我们先从这边这个来说 有的是清洁的 就像这个吧是清洁 你做了饭之后的那个吹锯的 这个一样这是清洁厕所的 但是我狗狗总感觉这个还不如这幅好用 这个是挺好用的 然后清洁测 这种Posselin的我觉得待会给大家看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这个是根本买不到的 这是我很早之前你看我都被我用的 我上班就拿着用 这个是消毒液洗手液 我一直在用用不到 如果你现在买不到这些像这些清洁液 我是清洁厕所的 待一会呢我会给大家看 我是怎样清洁的 也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我可能清洁的也不是很对 但是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用白醋也很好 我看赵安娜澳洲生活 她昨天就说了白醋的用法 还可以消毒 她还说还可以美容什么的 挺好的 大家可以去查 就赵安娜澳洲生活就是 我拿它是通下水管道的 这个也可能买不到了 待会我也给大家看 她也是说能杀毒的 能杀死99%的细菌 我是用它来洗衣服的时候 这是一个laundry product 这个呢是也是清洁用的 你看都是待套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牌子 对了我还有香皂那个待套 拿出来忘了拿了 把我的香皂拿出来了 所以待会做封面图的时候 我打算用这个做封面图 所以我重新拍了一下 我们接着说 像这个待套吧 它就是 我也不是给它做广告 你看我也是没有赞助的 就是我自己用的觉得比较好 现在这些你根本买不到 因为大家都在买 我这是以前一直用 所以家里才有 她就是说也可以就是清洁你这沙发呀 清洁你这些酒和 这个叫什么垃圾桶的盖子 可是我一直就用垃圾桶盖子 我喜欢用它 有的时候呢 我好把它喷到鞋里边去 他就说的 Kills cold and flu virus 杀毒 杀那种感冒病毒 这个呢就是外边不是有个那种的 就是这种大黑桶的垃圾箱吗 我有的时候也把这个垃圾箱呢 刷一下 刷了以后就把这个 它就是那种的蓝色的小颗粒 因为我现在冰箱了 垃圾箱满着 我就没往里边放 放进去以后就好像那个味道 像是医院 医院的那种味道 医院消毒剂那种味道 这个这副呢 虽然没有杀毒效果 可是我每次清洁浴缸 大家有看到 待会给大家也是看 我不用它清洁 这个做饭的东西 就是浴缸吸水盆这些东西 它就是这个是柠檬口味的 这个是原味的 我比较喜欢的 再一个呢就是Domestos 你看都是一个公司的 这个是原装的 这个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 这个牌子呢我用过 就是它这个嘴呢比较好 因为它打开以后 是一个尖嘴的 但是消毒效果呢 就是清洁效果 我自己是最喜欢 你也别听我的 你自己买买试试 我是最喜欢这个的 原装蓝色的 到这边来呢 这两个就是清洁喷头的 但是我清洁喷头用的这个呢 我还觉得没有Vaya Call好用 我把Vaya Call又忘拿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忘试 看我真是准备的不好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清洁喷头的 这Silic Band呢也是 我觉得这个液体的最好用 它也产那种喷雾的 对我来说那喷雾 我每次喷了以后 都觉得很重 呛鼻子 所以我有一般用液体的 也是待会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用它呢 这个是什么的呢 这个是清洁 清洁厨房的 Greasy就是 Dirt Remove 还行吧 这个绿的还行 我一般用绿的 就是清洁做饭的那个东西 红的呢 有时候清洁浴缸 但是我不说了 我觉得清洁浴缸 浴盆的 还是就是 就是清洁这种Posselin 这种浴缸浴盆 我最喜欢用这一副 但是我也买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一个清洁剂 喷到屋里去 挺好闻的 就是它有时候吸烟 一个味道就喷上它 其实我就喜欢通风 我不太喜欢就是 喷这些东西 反正也快用没了 就不再买了 这个呢就是拖地 我拖地我就不给大家拍了 咱们管理好用八四消毒剂 好像不能掺火 因为掺了以后 有时候酒精浓度 也还有不能有明火 它能产生爆炸 所以我每次清洁地板的时候呢 我都是放上它 放上这个Demestos 要么就是消毒 下一次再清洁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Flash 这个Flash就是拖出来之后呢 比较的亮 洗手呢 洗手液 就是我这包刚才又拿来的 这是我买的 我好出房里有时候洗手呢 我就好放上洗手液 再窗台 如果在厕所呢 我洗手 我听山猫同学和我说 嗯 说不能老用这种杀毒的 嗯 我就买了很多种 这几种还没用 反正我喜欢用香皂 洗手 形成习惯了 嗯 我小的时候都用肥皂 就是那种 棕色 棕不拉击的那个东西 最好的 OK 就这些东西 清洁手机呢 我买进来 嗯 你看这个是我的遥控器 还有手机 Machel和我说呢 嗯 Machel阿处和我说 你还最好把你开车的 那个方向盘也清洁一下 谢谢 我这个真是还没想到 打开以后呢 它是这种的 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他在哪买的 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这样给它擦一擦 门把手呢 也拿着这样擦一擦 我的手机也一样 都擦一个遍 OK 就这样来给它消毒 上麦当劳的时候呢 拿着它这种的小棍子 它是搅咖啡用的 被我拿回来当清洁棍 这样子 这些小角落清洁不到的 像键盘呀 那就是这样 我还买的那种的 再换一个 我还买的那种的 叫一罐空气 撕一撕 用着用着都很凉 我也清洁过键盘 我也有网友和我说呢 说键盘最好 不要用这些酒精来清洗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说键盘用白醋 加上什么水 好像是反正 就是这样给它 这样擦一擦 还有掉了 我真是闻着一股酒精的味道 酒精的味道 哟 还有掉了 嗯 干净多了 我的手机在拍照 所以就没办法 就大体清洁一下就行了 OK 这些电灯的这些开关呀 我也给它这样擦一下 还有门把手 门把手全厕所的这些 手边都得擦一下 要么就拿这个纸巾擦 要么呢 待会儿我再给大家看 就掉了 拿着这个 这个袋套来喷 再拿着厨房纸呢 给它擦干就是了 我就是这么做清洁的 现在用厕所这个扶手这里也是 你知道给它擦上这儿 擦干净 这就差不多了 我刚刚也得擦一下 还是手能接触到的这些 这些这些东西 出来 看到地上去 全都给它这样擦一下 冰箱的门也是 经常握着这儿 马桶呢 我还是用 这个bleach 用消毒剂 这两种来清洁 这个是清洁盖子的 我其实还有一种被我用光了 我只剩下一种了 现在 那种我是在 Poundland买的 才两磅钱 我知道很奇怪 Poundland应该是一磅 可是那个我买了两磅 这个给它 这样 应该戴手套吧 对吧 忘了戴手套 戴上手套 这个呢 打开 我有的时候也拿后面的刷子 给它刷一下 可是我有 基本上就是让它待八个小时 它就很干净了 它就很干净了 然后就在吃 然后再夹 一拝 它就很干净了 它就很干净了 我当它則是在 在天洋上 清洁垃圾桶室内的垃圾桶 我喜欢用这两种 第一种黄颜色不消毒 拿水冲一下 不然你把这黄色的冻去挤 它也没法刷是吧 这个JIF我在下一期会给大家再拍 我拿它清洁厕所的洗脸盆 要不然这一期太长了 你赶上甄嬛传了吗 还要拍40分钟的 给它挤进去开始刷 有的人可能担心这草会不会被我杀死 我试验过 你尽量不要把那个不立直放到草上 草也很泼辣 你这些洗蝶精呀 什么fairy liquid的 这些草都杀不死 春风吹又生嘛 死不了 这里边你给它好好刷刷哈 因为身体垃圾桶挺脏的 因为身体垃圾桶挺脏的 其实这一步就相当于我给它出城 第二步呢 我再给它灭剧 把这些黄色的这副冲掉 它垃圾桶这个底部有小洞 它就水就流了 让它自然风干就行了 这个大的 第二步就是拿着消毒剂 开始喷它 喷了这个袋桶以后就说了 拿纸巾擦干就可以了 拿袋桶喷任何屋里的东西都是纸巾擦干 咱们这集就到这 下一集呢 给大家看我怎么清理室内的 给大家看我